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切封教育团旗下高端纸品牌 好程序安为大家提供的快速完赚SPA系列之SPA靠 我是主讲人之歌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学习的字典呢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Maven安装,Idea安装,Idea中配置Maven 包括Skyler环境安装和Idea配置 那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我们切封大数据学习营QO群 全号是241617598 那里边呢会有老师为大家讲解和海量视频提供给大家 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今天的正式学习 那么OK我们开始正式学习 那么之前呢我们已经将当前Maven和Idea下载到本地了 那从这节课开始呢我们先将当前Maven的环境呢 进行一个搭配 那我们Maven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架包下载的一个工具 我们不管是Spark也好还是其他工程也好 都会使用到一些Maven呢来配置一些架包的下载 那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呢 就是当前将我们的Maven呢解压到本地啊 但解压到本地之前呢我们需要先做一件事 那么我们的Maven呢每次加载架包的时候呢都需要去网络进行远程连接 然后将本架包下载到本地来使用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做一个本地类户 方便我们做一件事就是以后所有的Maven架包呢 如果是第一次请求我们就网络请求如果已经存在了 那么我们就直接从本地类户将当前价包呢加载回来 所以此时呢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打开我们的电脑 然后找到任意一个你想解压当前Maven的盘埠下 然后在这里首先呢我们先建一个文件夹叫做Maven 然后创建完Maven之后呢在这里我们再创建一个文件夹当做本地类户叫做Local Local Local Ware Post 本地类户啊咱们叫本地类户 然后创建完它之后呢接下来就将我们当前的Maven压缩包呢进行解压 双击开Maven 然后将当前选中当前那个Maven啊咱们那个文件夹啊咱们文件夹 然后减压到当前我们那个盘埠下 Maven 解压 确定啊 OK 那么我们的Maven呢就解压进来了 解压进完之后呢其实正常来说啊 同学们我们的安装其实就已经完成了 因为咱们是解压版嘛对吧 但是呢我们说了 因为我们每次请求的时候呢都要去下载 那为了保证我们这个啊已经下载过后 我们咱们就不重复下载啊 所以怎么办呢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对当前那个Maven呢进行一些配置 所以此时怎么办呢 我们双击开这个Maven那个文件夹啊双击来 然后在这个文件夹下呢有一个conf就配置啊conf conf里面呢有个settings xml的一个文件 那我们所有对Maven的配置呢都是在这个文件夹下完成的 所以此时呢 这里我们单击鼠标一键 那可以选用Nordpad的++或者是IDIS Plus加啊 IDIS Plus或者是机器本都可以将当前文件进行打开 打开完成之后呢 同学们啊 那么我们在上面的这个位置啊 就是大家打开之后应该是从上至下拉对吧 这是一个xml文件 然后在下面哪里呢 这里有一个local的这个位置啊 看到这儿同学们啊 我现在全选这个位置 那这里呢 这个位置呢 主要作用是干什么呢 就是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来配置自己的本地的一个类裤啊 本地一个类裤 那这个呢 就是配置的一个命令啊 配置方式 所以此时呢 这里我们将当前那个配置呢 选中怎么办呢 选中它一下啊 这个选中 把它Ctrl C一下 Ctrl V一下啊 选中 选中完成之后呢 那接下来呢 这里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行了 将当前中间那个路径呢 去掉 然后找到我们所要的那个目录 这是咱们的康复对吧 然后呢 向上 向上 找到当前我们自己所创建的这个本地文件夹 这是咱们的local问题文件夹对吧 进来之后 在上面地址栏那个位置 单击Ctrl C一下复制 然后回到当前那个位置呢 将当前那个路径粘下来 然后Shit Go 斜盖 那么OK 我们本地内库的一个配置就配置完成了 配置完成了 那除了这个本地内库配置之后 第二件事我们要做什么呢 大家往下拉啊 往下拉 在下面的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那这里呢 它给了一个当前的配置JDK版本的一个案例 配置JDK版本的一个案例 那么这里大家需要注意啊 如果我们Maven在不配置之前呢 默认了有可能使用的是1.4或者是1.5的JDK 所以此时呢 这里我们就需要对当前JDK版本进行一次配置 那这个配置呢 请根据自身所安装的JDK来选择 因为我是1.8 所以在这里呢 我的配置方式呢 就是配置JDK1.8 那这个如何配置呢 这个文档呢 这里也提供给大家啊 那这里有这么一句话 将当前那句话呢 Ctrl-C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到下面的位置 粘贴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能将当前JDK呢 修改为1.8 那如果你是1.7 或者是更高版本 或者是1.9啊 或者是10啊 11啊 那只需要修改当前后边JDK版本机可啊 版本机可 所以这里我们只需要将当前那个版本 整件在这儿 OK 我们的Maven就配置完成了 此时Ctrl-S保存当前 塞定时XML的这个配置文件 然后将其关闭 那我们的Maven就正式配置成功了 OK